压大的还是小的 大厂头 多少钱你 一百零五 不是吧一百零五 家水 家了 开始一百零 大家好 我是阿华 现在在重庆 去找一个肥肠 这个肥肠在一个桥下面 看看我们找到这个地方了 卖肥肠的 一瓶肥肠 重庆的肥肠是出名 肥肠非常好吃 咱们每天就卤制一锅 卖完就拉倒了 买两锅 买两锅都在那里 今天卖两锅 每天两锅 这有一个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呢 刚刚在卖完就收摊吗 几点钟开始呢 九点 九点钟开始 好卖完就拉倒了 要吃又走了 我切切切 你要喝点 还是在这买这个哈 没有多块没有 刚才那个里面看到别人买了六斤走了 买六斤 六斤 六斤就六百多块 六百多块 他把钱打过来随时都可以了 买了一个多少 一千块的 买一千块钱的 买一千块 他把他把钱转给你随时来拿货都可以了 随便拿一条都没有没有油的 都没有油啊 都摘干了油的哈 没有 这一勺三块钱 这一勺三块钱 红豆蒸好了 蒸好了就是放这个汤里吃好吃一点 这个加料的话就加在里面 好 热鸭好吃是吧 加热就可以吃了 你们运气好不好 我们就是赶是先来的 也不是就没有了 好给我们选两条 好的 选两条 大的这个大 这个大小小一点 需要这个大长头 这个是长头 长头我们喜欢吃 那个口感好一点 好 好 再来个带花的 我们都尝一个味儿 再舒服一点 这个吃起来 好 好 来个这个 这个肥肠呢 好的 把那大的要一身拿 这个是卷的 这个也好吃 这个也没有 我们吃完 这一条不要吗 那一条好一点 这一条不要吗 要这条 要这条 要 这个好吃 好 这个现在是怎么卖的 105块钱 现在便宜了一点 105块钱 这个130块钱 还摘一半吗 摘一半 好 摘一半 好一点 109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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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长头肯定好吃 吃了多少年了 吃了 14点 他们就在这儿做 这儿做 我给你们加一点黄豆 好 加一点黄豆 就好 3块钱黄豆 110 算了吗 不要钱 好 看来就送一条黄豆 好的 真好 干净的不得了 干净的不得了 全世界最干净的为啥 从今最干净的为啥 这怎么花的啊 这个 这黄花是什么 黄花的是那个 那个 这个是别人的300块钱 300块钱的啊 别人定了300块钱 这个大的你看嘛 全是大的他要的 他喜欢吃这种大的啊 大的花生啊 啊 加黄豆 黄豆 加点汤 汤 汤吃面条好吃啊 啊吃面条好吃是吧 这个卖哪 每天上午卖 上午卖 啊我们只能上午 你要订货的话 下午来取货啊 也可以的 也可以是吧 我要先约定了 109块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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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算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一会儿再卖两块 没有没有算了算了算了算 我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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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没事 下次来多买一点 下次来多买一点 这是这个汤做面条啊 地摊里边卖最好的肥肠那一家 这个肥肠我们是在网上看的 九牛二五之力终于找到那个店了 这个桥底下 他家的肥肠是105一斤 他家的肥肠呢 跟别人家不一样的呢 他的油全是摘干净的啊 没产口的味道啊 嗯 香 有很多人说这个肥肠 把油摘干净了就不行了 就没有这个脏气氛就不好吃了 太慢了 看这肥肠啊 公主重庆的肥肠我是最爱吃的 每次来都要吃点肥肠 这家地下做的确实苦 做了二多年 麻辣味 他这个豆子是送我们的 我们买了一根大肠 有根肥肠 我在尝一个大肠头啊 大肠头也是把油摘干净的啊 可是也是也是 也是没有油的啊 吃肥肠还是吃这种啊 这种特别香 嚼在嘴里边有口感 就能把肥肠这种 油摘干净能做这种 软硬适中的 是很难得的 嗯 谢谢大家